孫云人称第一名媛 因为台湾大哥大创办人孙道存是他的父亲 而微风集团常懂廖振汉又是他的先生 如此显赫的家世背景 让他坐稳了这第一名媛的称号 但是拥有美丽外表的他却也很有生意头脑 近年来他自创彩妆品牌 饰品品牌 还跟朋友跨界设计服饰跟鞋子 孙云用自己的能力希望向外界证明 他绝对不是只会跑趴而已 拍在先生廖振汉的身边总是小鸟依人 不过却掩不住孙云云亮丽的光芒 到底要累啥够啊 面对镜头一点也不害羞 如同明星般的气质 再加上出身豪门的背景 让孙云云带起了这么一股名媛风潮 其实名媛这个称号是大家给的 我一直都说我就是一个妈妈 对啊 跟一个就是一个太太 口中说自己只是一个妈妈和太太 不过孙云云的父亲 是台湾大哥大创办人孙道存 老公又是微风集团常务董事 廖振汉 显赫的背景再加上美丽的外表 孙云云绝对是名媛中的名媛 这样的头衔也让她成为精品party 众家针腰的对象 从跑趴中慢慢累积知名度 孙云云也开始成为不少广告商 锁定的代言人 美丽 我有独特眼光 肌肤 我有顶级能量 2005年孙云云拍摄了榜云广告 出事提升了她因为清新的脸庞优雅的气质 立刻成为厂商最爱 广告一支接一支 代言多到恐怕很多艺人都比不上她 因为那个冰箱广告应该是我的 你知不知道 其实也蛮适合你的 对啊 对 可是她卖得很好啊 从名媛身份跃升到演艺版面 不过孙云云并不因此满足 创业开店 孙云云还当起老板娘 这是小乔跟穆杰的想法 然后大家就坐下来聊一聊聊 然后我就支持他们 结果就自己也投进来了 因为对美的敏锐与热爱 孙云云投身化妆品产业 很陡行销的她 还找来了五月天的品牌 来个跨界合作 亲手设计联名T恤 孙云云的设计功力还不止于此 自创了饰品的品牌 把文字变成项链的废话系列 一个月夜息就可以有二十几万元 她对身边的朋友有一些想法 或是她对人生有什么想法 然后她就会出这个系列的项链 从脸上的彩妆到身上的衣服首饰 孙云云还把触角伸到了脚上穿的鞋子 Apple很喜欢我的废话项链的系列 然后我们就想说两个品牌可以做结合 可以把饰品放在鞋子上 然后一样称出很不一样的效果 兼具美貌与智慧 孙云云用自己的实力 让大家看见 名媛绝对不是靠家里的花瓶 更能够靠自己活得精彩有自信 我觉得要过得很有自信 然后不见得要自我 但是要很爱自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